县政府为了表达对弱势家庭关怀的心意 1月23号开始展开各乡镇的慰问活动 县政府也表示对于弱势家庭服务 县政府会减轻低收入户家庭的经济负担 提供相关的服务来疏解困境 县长他们也连三节都会要求我们 卫文这些低收入户 那也希望今年在过年前卫文他们 让他们有一个好的一个年可以过 那我们今天是来到今年乡 那我们会卫文有8户的低收入户 那我们会每一户来卫文他们 那也看他们有什么需求 我们会县我们会来尽量协助他们 每年的话三节的话我们县屋 我们县长和厨长的话 我们会协同我们乡公所 慰问我们辖区这些独机老人跟弱势团体 那平常的话我们除了是这个社会做关怀的话 我们也会派资工来协助他们 包括他们的环境还有送产 那在过年期间我们希望他们 他们又得到一个相对的照顾 那我这里也要谢谢我们县政府县长 还有我们在座的这个我们处长 我们参与这是个陪同 我想这些受照顾的这个乡亲 他们感受得到 政府在帮他们做一点事情 让他们干得到可以温馨的社会 我想未来我们还持续会协同 我们这个社区的志工 大家一起为我们自己的家人 做最好的贡献 慰问行程从1月23号陆续展开 金门县统计 弱势家庭总共有120社户 县政府在春节前夕将这份关怀送到家 给大家看 再见 ким